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狗咬狗骨的故事 一個左教環保少女通貝里 竟然批評中國污染環境 她的 遠房親戚的中共 她的戰狼記者就忍著 串狗她 回去讀多些書 這件事 重點 我看看 不是在他們狗咬狗鬼 而是在 這個戰狼記者竟然不小心 捅穿了習近平的中國夢 這節我們要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主頻道升旗易得道就開始有復甦跡象了 像植物人一樣 手指一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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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這個環保少女當年 奪去了世界的關注風雲人物 原因就是中共花了很多錢 買通時代雜誌 使得她成為第一位 將香港的抗爭者 示威者 鬥輸了 可以告訴你 這個通貝里是中共的一個 遠房親戚 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親生姊妹 是沒有血緣關係 不同的父母 不同的親生姊妹 他也是做一些左膠的事情 也是左翼 一直以來 從來 只是批評美國 只是批評西方社會 對中共的暴行是隻字不提 說不出 最近 竟然點名批評中國的污染環境 他指中國 雖然仍然被世界貿易組織列為發展中國家 認為這樣不是破壞環境的藉口 你現在發展大糕了嗎 強調 除非中國徹底改變路線 否則 我們無法解決氣候危機 不過 來自遠房親戚的攻擊 大陸 戰狼忍不住 中國記者 陳惠華隨即反駁 指通貝里的公關隊伍 應該更加教育他 又稱中國人口 是經濟合作企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企發展組織 但是人均排放量就低很多了 所以 我們還有很多的排放空間 你們 減排不要緊 還給我 通貝里當日引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 一篇 關於中國 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 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總和的報導 他批評 中國仍然被世界貿易組織列為發展中國家 他負責生產多了我們的產品 但是 這個顯然並非破壞未來和現在生活環境的藉口 你別以為 你生產產品給我 你就有資格破壞環境 這樣是說不通的 這番話當然是令到戰狼忍不住 中國 他說中國應該徹底改變路線 否則我們無法解決氣候危機 其實說這些是很溫和的 亦都是 一些親友好友的表現來的 小馬大幫忙 中國日報駐歐盟分社社長陳惠華 之後 在星期六 就四連擊地反駁 連續四獲反駁 他就批評 你這傢伙 通輩你 你們的公關隊伍 其實應該教你更加多東西 你就懂得這傢伙 第一 中國人口 是這個經合組織的兩倍 所以人均排放量其實是很少的 第二 這個經合組織將大量污染行業轉移到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 所以不要炸債特地說你無辜 第三 這個經合組織 這個經合組織 是歷史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你們以前是專門做壞事的 現在沒有資格說話 你英國是 毒販 你買鴉片的 你沒有資格那麼毒 陳惠華又說 簡直無法相信 你竟然為這些在兩個世紀以來排放量最大的發達國家辯護 破壞未來 現在的生活環境 你是不是知道發展中國家 很多人甚至沒有電力 每日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 你想這種方式繼續下去嗎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H&M全部在瑞典生產原材料和服裝 瑞典或者 經合組織排放量立即刻上升 如果5000家主要的OECD公司都這樣做 又將會發生甚麼事 所以要認清事實吧 公平點 最後陳惠華的說話 大凌晃 是世界銀行 將中國歸類為發展中國家 如果你想對世界銀行提出異議 請馬上去做吧 他們將為你提供所有統計的訊息 即是怎樣 即是說 你單止不去反駁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甚至乎你認為他們會提供足夠證據 去說服這個瑞典少女 意思是代表甚麼 你究竟有沒有習近平在眼裡 習近平已經說了 現在我們中國是全面脫貧 要奔小康 已經解決了所有貧窮問題 再不是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是污衊我們 是一個反華的機構 他竟然把習近平最大的成果 這個就是 脫貧 全國脫貧是多麼艱難 我們有八千多個窮元竟然全部脫貧 這個是人類 數十萬年歷史 由原始人到現在 歷史最揮霍的一刻 竟然由你一個小小的瘋狂記者 去徹底破壞 中國的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 中華民族的偉大騰飛 就被你破壞了 真可惡 讀一讀通貝里 他當時 2018年就發起周五為未來霸科 所以就上了位 也 他也 是 叫做 成為了左膠的 形象的一個icon 更加壓倒香港示威者付出的鮮血 200萬人上街 不可以成為 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 由他取代了 這個當時共產黨花了很多錢 搞定那些東西 才使得他可以壓低香港的報導 使得中共放下的面子 就找一個環保少女 這個環保少女跟中共是同一條場地搶出來的 這次 陳慧華 我們講到這個戰狼記者 其實多次在Twitter就跟一些政客開火的 去年 他已經跟德國外長馬斯 說他媽的馬斯 引起馬斯不滿 因為當時他發問 竹海的拜登贏得總統大選 你當時拜登是自己有來的 為甚麼你說他媽的 然後 美籍共和黨女參議員 布萊克本 在Twitter就中國的上河5日探測成功降落月球表面 滑土日視作出評論 中國有五千年的欺詐盜涉史 這件事情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陳惠華回應 他是我見過最種族主義 最無知的美國參議員 一輩子都是表紙 Bitch 很好笑 我現在 跟大家分析一下陳惠華 究竟他的真實目的 就是要 抹黑習近平的公跡 這個絕對是 西方反華勢力 插在中國的旗子 甚至乎 他已經被大陸的反習派利用 透過否定習近平 扶貧政策的成功 完全否定成功 竟然把世界銀行 這些反華組織 拿出來 做一個比較 這個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對中國的那種污衊 現在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來的 中國沒有貧窮人口的 你看看 美國也有大量貧窮人口 而中國是全面脫貧的 這個說話 美國也不敢說他是全面脫貧 英國也不敢說 但是中國也敢說 這個絕對是我們的底氣 這個就是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 既然要發一個中國夢 為甚麼會有這些垃圾狗子 記者去踢爆呢 所以 我認為 這個人很可疑 大家要注意 一定 是一些特務 潛伏了 在我們的偉大祖國 甚至是反華勢力 反習勢力的代表 他們結合一起 對我們國家進行顛覆 大家 一定要舉報他 這一節 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